在香格里拉,扎巴格丹几乎无人不识,人们说他是香格里拉的第一位导游,是香格里拉第一批留学生。 近日,记者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一家民宿里见到扎巴格丹。 1970年,扎巴格丹在印度南部出生,长大后跟随父亲回到中国。 回到香格里拉,扎巴格丹的父亲决定留下来,慢慢地再将在印度的家人接过来生活。 十年十七岁的扎巴格丹也为了适应香格里拉的生活,报名进入当地一所小学,学习中文和藏语。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,香格里拉出现了少量外国游客的身影。 然而,当时的香格里拉会说英语的人凤毛领奖。 扎巴格丹是其中一位,扎巴格丹兼职做起导游接待外国游客。 带着游客玩转香格里拉和西藏时,扎巴格丹亲眼见证了中国西部的快速发展,公路通到了偏僻的村庄, 政府出钱帮助困难的藏族民众盖起新房,摩托车、汽车进入普通藏族民众家中。 不仅仅是在经济,现在高铁也好,动车也好,也快了,高铁,现在我们去黎江, 我当时是,我们刚刚开始做旅游的时候,我从黎江到香格里拉开车的话,八个小时, 然后后来是五个小时,后面我们去的是三到四个小时,是很正常的, 那现在是差不多两个小时就到了,是吗?那么动车的话一个半小时, 所以这么快的,在这么一个区域里面,又有车站,又有飞机站,又有那个动车, 又有高铁是出事,真的不可思议了这样的一个。 他在香格里拉独科宗古城内选址,耗尽心血打造藏式精品民宿, 阿鲁康巴,藏语,亦为来版朋友。 如今,他在香格里拉,丽江,拉萨等地,已经开办了多个民族酒店, 而梦想的下一步,是把民宿沿着茶马古道一路建下去, 成为现代旅人体验藏式文化的身心驿站。 随着香格里拉旅游的发展,藏族文化也得到更好的传承。 唐卡,木碗,收到游客追捧, 闲子,锅庄,是游客必看的文化节目, 老艺人们又重新收到年轻的徒弟。 扎巴格丹同时也在致力于传统藏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。 因为这个祖先民留下这么漂亮的地方, 所以我们能够今天可以继续享受, 继续使用,继续做这个旅游。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也有在令, 让下一代又同样的, 让他们又基于在旅游当中, 不断地去发展,改善生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